如果问今年关注度最高的竞技类综艺是什么,那一定是这就是街舞第四季了吧,每期更新话题量暴增,决赛之夜直接火上热搜。 关注过第三季的观众都知道,这就是街舞第四季相较于前三季。 不仅仅是从赛制上做了全新升级,更大的转变是从网络国内街舞人才变成了邀请全世界街舞强者共同争霸的国际赛事,不同国家的舞者相互交流,不同国家的文化不断碰撞,不论是利益还是精彩程度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也让这就是街舞的受众群体越来越广。 最近,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完结,总决赛结果也新鲜出炉,夜音拿下了自己的第二个总冠军头衔,而夺冠大热门步步再次输给了杨凯。 当时时观看决赛的热情退去后,此时再做回顾,真的只能用草点满满来形容这次街舞四决赛直播,首先就是最后的冠军,对于这样的结果,毫无疑问是存在争议的,回顾杨凯与步步的battle, 显然在细节上,步步处理得更为出色。 虽说杨凯在b-boy中属于卡点比较牛的,但也仅现在b-boy之中,跟步步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客观而言,之前在杨凯与今天围吹的battle中,杨凯的获胜就显得颇为牵强了。 正是在这种质疑之声中,杨凯一连淘汰了两位顶尖的国际舞者,与夜音顺利会施了最后的终极battle。 杨凯是没有拿到总冠军,但这恰恰是剧本的精妙之处。 在总决赛之前,外界普遍看好步步,认为其极有可能会成为这就是街舞的首位外籍总冠军。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位国内舞者以有争议的方式战胜了步步,势必都会遭到网友们的冷嘲热讽。 因此,这位战胜步步的国内舞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炮灰,炮灰当然是不会登顶了,而最终战胜炮灰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 于是,当有人为步步鸣不平的时候,第一个便会把矛头指向杨凯,而不是总冠军夜音。 其次就是节目现场,在现场的网友纷纷吐槽,四进三的时候,有三个队员都是王一博站队,直接把奖项帮给他算了,其他人都不用比了。 还有观众进场后,节目组没收了所有食物,最后矿泉水还要收费。 对于黄霄只拿到了87票,网友觉得水分太大,就算是比人气,也不可能是全场最低。 王一博曾点评过黄霄桥制作品《不是街舞》,之后被张艺兴黄霄等多名舞者批评过,也因此黄霄被王一博粉丝网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节目播出后,节目组减掉了黄霄张艺兴对王一博的科普,而这次的结果也让网友觉得,大众评审的票数全部都被王一博粉丝买走了,这样的话,黄霄淘汰也就成了定局。 还有节目现场,从导播提前关灯,导致张艺兴队长大秀飞天表演最后一个动作,没做完就一片黑暗开始,整场直播事故频发,每个环节都要出那么点问题。 街舞决赛一共找来了三个主持人撑场,也都是熟人,特别是女主持人汪聪。 每次节目开场念广告的那位就是她,只是没想到一季节目下来,她的业务能力水平就只停留在了念广告上,决赛主持一塌糊涂。 连黄博都能被汪聪搞无语了,每次表演结束后,她总要被汪聪点名要求点评,说实话,都决赛了,谁还想听明星加编挨个点评舞者呢? 归根结底,这就是街舞只是一档综艺节目,并不是权威赛事,但一些节目效果也是情理之中,只不过这一季的街舞节目效果似乎有点多吧? 这也让许多网友讨论,说但是夏季还是别办了,但这个愿望可能没办法实现了,在前不久,优酷举行的优酷精品先见会上,总导演陆伟当时公布出一条消息,这就是街舞第五季正在筹备中。 并且还提前曝光了节目概念海报,全新赛季理念和队长备选。 目前来看,队长现已锁定了王一博和张一星两人,如果还有第五季的话,希望别这么偏袒的这么明显吧。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哦。